台风来袭推升物价8月CPI年增率2.52%创7个月新高 主计总处9月6日公布8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年增率为2.52% 重新占回2%通膨警戒线之上是近7个月最高水准 主计总处官员表示这为台风造成的短期因素 推升蔬果价格加上国际油价走扬带动油料费上涨 如果蔬菜与水果与油料费价格没有变动 8月CPI涨幅将收敛为1.87%与7月1.88%差异不大 农业部说超私进口鸡蛋收入有限费用时报时销没有图利空间 国产鸡蛋不足专案进口鸡蛋遭质疑 农业部6日公布超私公司进口巴西鸡蛋明细 唯一进账手续费新台币0.38亿元 但在扣退运900万元与管销费才是毛利 而政府在关税与营业税上合计收入1.74亿元 农业部与部长陈吉仲认为台北市医员徐巧新 与前立委邱毅发表不实言论 委任律师赴台北地院 对徐巧新提名是恢复名誉诉讼与刑事自诉邱毅加重诽谤 进口商也发表联合声明 呼吁外界莫在抹黑业者发国男才 指鸡蛋专案进口是个平本式与不是垄断 只怕以后没人敢挺身而出帮台湾渡过难关 总统出席史瓦蒂尼双庆典礼判有意迈向一世纪新里程碑 总统蔡英文访问非洲友邦史瓦蒂尼 六日形成重头戏是出席史瓦蒂尼独立建国55周年 以及国王恩史瓦蒂三世55岁生日双庆典礼 他表示两国建交55周年 相互扶持一起走过半个世纪 愿为迈向一世纪的友谊创造新里程碑 使国民众以热烈掌声欢迎总统车队 受邀出席的赖索托国王乐记三世特别向蔡总统致意 史瓦蒂尼王母恩同必也与蔡总统握手寒暄与简短谈话 卫福部也拟无业弱势长者健保全额补助预计明年上路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提老人健保证件 民众党参选人柯文哲六日也跟进 卫福部长薛瑞源表示 与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开会 经过大约一小时讨论 参考专家与民间团体意见 不跟进长者免健保 避免出现财政排挤到其他社福费用预算 决议对健保第六类弱势长者包含没有收入且没有财产者 你投入百亿元补助免健保费 赖清德老家违建 新北说 可能建管前已存在弱体证明可申请为合法房屋 民进党主席赖清德老家被报设违建 民进党发言人张志豪六日说 这间房屋并非为赖清德所有 乌龄超过六零年 赖清德出生前就存在 因为已有多处漏水等问题 所以在民国九十二年前后进行翻修 也提到各界若有任何疑议 后续会全力配合新北市府及相关单位认定来处理 新北市政府六日多次改变说法 从认定为违建到寄存违建与排拆不裁罚 最后确认可能建物年代久远 仍未实施建管 因此若提证明可申请认定合法房屋 英国第二大臣博明罕宣布破产通膨加税收减少引发完美风暴 英国第二大臣博明罕五日承认无法平衡收支 并指责保守党政府提供的资金已差短多年 由工党把持的市议会领导人指出 通膨猖獗加上成人社会护理成本增加 以及商业税收减少引发一场完美风暴 但博明罕是议会的保守党议员指责工党对公共财政管理不善 美国会大厦暴动案迄今最重判决 极右团体骄傲男孩首脑泰瑞欧判22年 美国极右派民兵组织骄傲男孩 Proud Boys前首脑泰瑞欧Enrique Tarrio 应设2021年国会大厦暴动事件 2023年9月5日遭判处22年有期徒刑 为迄今涉案最严厉的判决 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凯利 Timothy Kelly在量刑听审上表示说 那天破坏了我们从前未曾打破和平转移政权的传统 U18世界杯张兆红双响炮 台湾五连胜分组第一晋级 U18世界杯棒球赛 台湾队6日与波多黎各交手 台湾队张兆红单场双响炮 贡献五分打点与柯敬贤也开轰 台湾队团队敲出三轰 中场以16比2于五局提前拿胜 预赛五战全胜以分组第一晋级复赛 台湾队7日复赛首战将与美国队交手 两队热身赛碰头时 台湾队就有提防美国熟悉台湾投手 美国队预赛打击发挥还不到最佳 台湾派出火球男张俊伟先发抢胜 台北动物园非市民票价60元涨至100元 最快明年2月上路 台北市立动物园全票60元以26年未调整 原方规划的新收费方式6日或教育局通过 最快2024年2月起实施 市民票价维持不变 非市民涨至100元 台北市民维持60元 学生及义勇紧销等优待票 从30元涨至50元 游客列车车资维持5元 丹麦狂人布达基由世界难忘 台湾宫庙简箱推无敌7到11 丹麦狂人索尔成功挑战布达飞机环游世界 预计数月的行程却走了10年 他近日接受中央社专访回想台湾 他秒回福尔摩沙 大推无所不在与无所不能的便利商店7到11 甚至具有温度与人味 令他难忘的还有豆腐料理及宫庙前卫简箱 开箱老照片金龙少棒队凯旋归国15万人夹到欢迎 台湾金龙少棒队1969年成军 代表台湾首度远征威廉波特 击败美国西区代表队 夺得台湾少棒第一座世界冠军 掀起全台为少棒狂热的风潮 这支少棒队集结各校好手组成 包括后来在日本职棒大放异彩的郭云志 以及红叶少棒队的于洪开等 小国首9月7日凯旋归国 成军用吉普车在台北市区游行 受到15万市民夹到欢迎 连天桥都挤满了人 只为了一睹小选手的风采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6分钟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明天再见 中央社早安世界